關心以哈戰火 以色列對加薩部分地區 發動攻擊 其中包含南部城市拉法 小琴要請教記者葉峰偉 當以色列跟塔瑪斯 上週在埃及的開羅 來進行停火的談判之後 現在又有目擊者 發現在埃及跟加薩的交界地區 也就是所謂的拉法邊界 這裡的關卡 發現了大量的濃煙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說 拉法市是再度遭到 以色列的襲擊 而聯合國也證實說 原本他們要通往加薩地區 有兩個主要的關卡 現在另一根卡 原本就已經被關閉了 如今這個拉法邊界關卡 又再被關閉 運送物資的通道 是完全都沒有了 等於是物資完全沒有辦法 進入到戰區裡面 裡面的人要出來 當然也是很困難的 而哈馬斯的組織 就正值了這項行動 他們說是以色列的軍隊 擴大入侵了他們南方的拉法市 包括中心還有西部地區 都已經有部分的零星攻勢 不過以色列的軍方 他們是很洋洋自得 他們認為說在拉法邊界的作戰 發現了很多地道跟樹井 認為說這裡應該就是 哈馬斯激進分子的重要 根據地之一 而剛才提到以色列 對加薩多處發動攻擊 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還說 即使沒了子彈 就算用指甲 也要繼續打 以軍坦克使入滿目創意的城市 以色列國防軍周六 再度對加薩多處發動攻擊 並聲稱在北部城市 賈巴利亞 殲滅30名 哈馬斯成員 除了北部之外 南部的拉法 又遭到空襲 甚至有目擊者通報 連接拉法和埃及的拉法 關卡遭遇猛烈炮轟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表示 由於已經不顧國際反對 進入拉法東部 掌控住並封鎖拉法關卡 導致已經三天沒有物資 進入這塊飛地 警告如果這種狀況 繼續下去的話 家家户户 恐怕將耗盡糧食 以色列一整週多次 透過傳單簡訊等 要求拉法的加薩人 趕快撤離 根據聯合國統計 已經有三十萬人離開 只是週六這場轟炸 時機來得敏感 因為前一天聯合國大會 才壓倒性通過表決 要求安理會重新考慮 讓巴勒斯坦入聯 隔天加薩就被炸 引發國際社會揣測 以色列是否擴大攻擊力度 TPBS新聞綜合報導 三十萬拉法難民 前往位於馬瓦西人道救援區 而美國總統拜登也透露了停戰關鍵 再把時間交給鳳尾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停火談判 現在是破局了 因為以色列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哈馬斯提出一次要停火12週的要求 不過現在其實這個哈馬斯 也收到來自以色列的警告 說他們希望巴勒斯坦人撤出拉法市 而這一週以來 他們估計就有三十萬人 從加薩地區離開 到了這個叫做 馬瓦西的人道救援地區 總共一個禮拜就有三十萬人 看起來是相當的大規模 大家都爭先恐後 希望可以離開加薩地區 而其實在他們來到這裡之前 在這個馬瓦西這個地方 就已經擠滿了很多的難民 所以加上這三十萬人 根本就是人口密集度太高了 根本就沒有什麼生活品質可言 而且這個是下令之後才發生的 所以其實到底 現在有多少人在那裡 大家還沒有一個 明確的數字估計出來 但是現在美國的總統拜登 在西雅圖的一個募款餐會上面 他就有提到說 現在要達成這個停火的談判 很簡單 只要哈馬斯釋放全部的人質 他明天就可以馬上 讓這個地方的戰火停下來 但是這個是不是拜登一個人 說的算哈馬斯的代表人物 他就說了其實這個 納坦雅胡他們不斷的就是說 沒有辦法接受他的停火 談判要求 說是雙方沒有共識 但基本上就是你還想要前進 拉法勢來進行全面的攻擊 所以以這個理由來當作這個藉口 其實你根本就沒有想要收手 CNN報道以色列尼格夫沙漠有一座軍事基地 也被作為巴勒斯坦人的拘留中心 更多資訊繼續交給風偉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戰事持續的在進行 當然兩個國家都握有對方的人質 在以色列的尼格夫沙漠這裡 就是以色列他們主要來收集 巴勒斯坦囚犯的這個中心 可以看到畫面上面有鐵籠 鐵籠裡面的人雙手抱頭 也有的人是戴上了口罩 有的人是坐在地上手舉起來 地上他們還有一個 跟紙一樣薄的這個床墊 大體上看得出來 這個生活環境還滿惡劣的 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集中營 而現在就有在以色列裡面 工作的人員 他們說在這個囚犯的中心裡面 看到他們都是不能夠說話的 只要一說話 就會被現場的工作人員給阻止 甚至他們必須要被蒙住眼睛 不能左右張望 而且特斯科首位 還會用阿拉伯語 叫他們閉嘴 不要吵 並且有的這個工作人員 是已經看不下去了 覺得說他們真的是太辛苦了 所以會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但是又會被告知說 應該要挑出裡面有問題的囚犯 拿出來處罰 給大家看一看 他們覺得說這個環境 是很不人道的 他們手銬一直靠在手上 手也會受傷 所以就有現場的工作員透露說 其實很多的囚犯 他們這個手 可能是需要進行截肢 所以現場腐爛的抽味很嚴重 因為大家都是有傷勢的 所以現場需要有人幫忙被截肢 當然就會有醫師來建築 但是所有主要的醫師 其實都在戰場前線支援 以色列自己的軍隊幫傷兵來進行治療 所以放到這裡的這個集中營的醫師 通常都是資歷不怎麼好 或者是有的是實習醫師 所以他們也質疑說 這個環境對於巴勒斯坦是相當不公平的 也看得出這個集中營的環境相當的惡劣 如果你還想要掌握更多的即時記錄內容的話 現在可以打開手機掃描鏡面上的TVBS QR Code 掌握最及時的記錄報導 歐洲歌唱大賽最終冠軍出爐了 瑞士歌手尼莫贏得瑞士歷史上的第三座冠軍 但今年的比賽卻也是狀況連連 歐洲歌唱大賽2024冠軍就是他 這是瑞士在1956年和1988年拿下冠軍後 第三度奪冠 不過這屆的歐洲歌唱大賽卻很不平靜 從開賽起馬爾莫場館外就出現挺拔示威 瑞典氣候少女桑伯格也穿著顯眼的紅色外套現身 大批警力壓制逮捕示威者場面混亂 以色列選手上場演唱時 場外的挺拔人士虛神大作 呼籲取消以色列的參賽資格 作為全歐洲最受歡迎的一大活動 自然也擺脫不了政治影響 今年就非常明顯 因為以他戰爭而有不同聲音 除此之外還有荷蘭歌手克萊因在決賽幾個小時前 史無前例的被取消資格 疑似就是因為不但恐嚇女工作人員而被取消資格 只能說這一屆的歐洲歌唱大賽從頭到尾話題不斷 TBS新聞綜合報導